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自業教強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江門一個橋鄉 是學生的華僑城 上年一月份我都帶大家來參觀過 我開始再回來重新踏入片區 跟大家介紹 是因為現在增加了別墅和商業街 而且我們洋房也增加了 我今天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那些客戶都比較關注這個項目 除了我們的地理環境漂亮之外 還有一個旅遊區 一個古爐水鄉 所以在江峰方面我們都比較重視 好 我們華僑城古爐水鄉 就位於我們整個學生古爐鎮 一個水鄉 一個地塊這一邊 我們的位置佔了整個古爐水鄉的三分之一 整個古爐水鄉是一萬五千畝的 我們佔了五千畝左右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這個位置也是整個江門市 整個江門市最靠近港佛的一個地方 我們一橋之隔 九江大橋 過了九江大橋 就是這個佛山 廣州這邊 廣州佛山過來大概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車程而已 廣佛的人後基數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這邊一個客流 人流 都是非常之充足的 我們項目去到我們學山市的一個市區 都大概是十五分鐘左右 市區的配套包括醫院 商場 公園等等 都會應有盡有的了 即是我們那個醫療系統都有的了 是的 是的 包括學校 商場等等都會有 我們周邊那些 因為那些客戶 他除了回來投資 或者他回來自住的話 他對那個喜居都比較重視 是的 這樣我們項目 就位於我們古爐鎮的一個旁邊 我們去到古爐鎮這邊 大概就是三分鐘左右 這麼近的 是的 是的 玩任何的東西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這樣在我們項目附近 大概是三公里左右的一個車程 就有我們的一個學生港 學生港是港的那邊過來 是的 這件事你給我介紹一下 在香港過來的交通 除了水路、陸路那些 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好 學生港可以坐船直達 香港的一個尖沙咀碼頭 很方便 是 這樣大概的一個船程 就是兩個半小時左右 這樣除了坐船之外 這樣就會有這個高速 高速 行這個管閥高速 接這個港深延江高速 接著去到深圳這一邊 深圳這一邊 再接駁香港 這樣車程也都是 大概是三個小時左右 就達到我們的項目了 嗯 除了自己開車的話 在公共交通方面呢 公共交通方面呢 現在呢是在建的這個 這個坤森高鐵 嗯 坤森高鐵呢 現在已經動工了 那就從我們學生的一個西站 接駁江門站 接著去到深圳的一個西站 哦 西站可以接駁江門站 西站可以接駁江門站 西站在深圳的西例 嗯 接駁江門站接駁江門站 是的 那一個直通巴士呢 有沒有 其實學生也應該有的 有的有的 直通巴士 因為我們這邊是橋鄉 是的 我們學生也有很多的 很多的人去香港那邊做事 是的 很多明星都在我們 是的 江門這一邊 是的 我們呢 就在學生市區這邊 和我們學生的一個 汽車總站 學生的汽車總站 都會有那個專車去到香港 啊 在學生總站 在學生廣場那邊 不是學生廣場 是專車 這裏沒有顯示出 距離我們這個項目有多遠度呢 距離我們這個項目 大概20分鐘 啊 是20分鐘左右 接著又有那個 港澳的巴士 哦 不是吧 我們現在在售的一個住宅 我們現在呢 在售的是這個 7棟 8棟 9棟 以及這個10棟 一個高層的 790 是的 790 那面積呢 就是47方 到126方 47到120 這個是住宅定公園 全部都是屬於住宅性質 70年產權的 哦 住宅性質 是的 包括47方都是住宅性質 嗯 整個香港的西製地來玩一下 是的 是的 下面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個別墅了 別墅呢 就是123方 123 123方 那價錢呢 就是160萬起 160萬起 那麼高層洋房呢 是帶裝修的 別墅呢 就是無批的 是的 如果要詳細地了解我們一個戶型啊 還有價錢呢 就諮詢一下我們的經紀人 嗯 嗯 那現在大概我們在這裡透露一下呢 那比如說 我們的別墅是123方 大概是160萬起 哦 是 那是無批的 是 是 嗯 嗯 洋房 洋房是大概多少錢房 洋房大概9000元左右 9000元左右 洋房大裝修的 是的 那些別墅都是並聯的 是的 並聯的 那這個呢就是四拼 四拼 那這裡呢 有一些就是一字排開的 是暖排 暖排 是的 沒有這個單獨的那些 單獨的呢 就是這個位置 單獨的有173方的 這個大師家碼頭的 嗯 華哥帶我們來到我們的商業街 那就由華哥 具體跟我們介紹一下 商業街裡面的一個配套 好 大家好 現在我們來到呢 就是我們華球城古路水鄉的一個 上古路區 哦 這個叫上古路區 是 因為我們還有下古路區的 這個商業街呢 全長呢 就是500米 哦 那叫建築風格呢 就是我們一個 嶺南的一個建築 哦 看到我們的屋頂 都會有這些 古式古鄉 是的 古式古鄉的 一個邪屋頂 連我們的麥當勞 都要跟回我們的風格 是的 這個呢就是我們一個 嶺南風格的一個麥當勞 它預計呢會在4月1號 今年的4月1號對外開放了 它裡面已經全部裝修好 嗯 就等這個 這是第一次見到 真是以中國風來造的 是 嗯 可以看到我們商業街的二樓 它是一些民宿來的 哦 這些是民宿來的 是的 到時候呢也可以在這裡 入住我們一個民宿 感受我們一個水鄉的文化 再往前走 這邊呢是我們一個 黃老吉品牌的一個體驗館 它所賣的一個產品呢 就是包括了 我們一個散裝的黃老吉糧茶 就不是傳統的一種 罐裝的糧茶 因為現在 胡麻豆腐花都有 現在天氣熱 我們廣東人呢 就比較喜歡喝這個 我們現在的一個 港式糧茶 嗯 這樣呢 在這邊呢也可以體驗得到 啊 啊 現在裡面的蜜羅緊鼓 在攪著 是的 那麼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 學生古龍這一邊 比較出名的一個 菇媽豆腐花 啊 還有我們一個 裝一下 一壺糊米糧 一壺糊米糧 杜石展 一壺糊米糧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也是我們學生 這邊比較出名的 一個本地一個品牌 溫三爺牛世家 是的 那裏面賣的呢 是一個比較 當地比較出名的 一個牛雜 這個溫三爺牛世家 亦都上過CCTV的 哦 它這個主要是做牛雜 這個 是做牛雜 做牛雜 搞牛雜真的都很考師傅 是 做得漂亮的很好吃 哇 這裏其實都很舒服 這邊呢 可以看到這個水車 也是 我們 廣東人這邊呢 經常會見到的一個 書水的一個系統 哦 這邊 鶴唐真味館 那就是賣我們學生 當地的一個特色美食 魚皮角 魚蓉竹 還有白水角 千層高等等 這邊就有水香特色 是 這邊就是那個雲吞舖 現在正在營業 是 已經對我開放了 哦 後面這個 真是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 二舵裡的戰艦館 以後可以上去 可以附陷到我們 整個水鄉的一個美景 這邊就是一個 我們屬於一個 南洋式的一個建築 因為我們這邊也是屬於橋鄉 對 你一說南洋 我就想到這個 因為以後 還會有那個 黃包車 在這個門口 以後 如果你累了 也可以坐這個 黃包車 然後 感受我們 商業街的一個美景 好 好 好 其實現在興建商業街的 手筆也挺厲害的 去哪裡找這麼多的青磚 全部都是在村內收回來的 是的 很多都是 它不是造舊的 是真的找舊的 對 就是舊的青磚來的 這邊這個舞台 可以在這裡看到我們的粵劇表演 哦 即是有人唱戲 對 有人唱戲 整條商業街 其實開張之後 挺輕和的 挺有特色的 這邊有一個遼齋驚雲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一個鬼屋 這個就是比較適合年輕人的 我們的項目就是打造 從小朋友 年輕人 到老人家都適合的項目 這裡有一個水車 這邊還有一間KFC 這個亦都會在4月份5月份左右 對外開放 感覺到有一件事 很真實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有麥當勞 當然有這個肯德機 是的 沒錯 所以不用怕它會冷場 這裡 那麼多燈門呢 當然就說到這裡 因為那邊很多點未開 我們說這個橋 好的 這是什麼橋 行人過去的嗎 是行人過去的 這麼有趣 這個橋就叫做草衣草 普通話叫草衣草 這個橋是全木製的 也是我們古路水鄉的網紅打卡點 我們可以上去感受一下 大家好 現在就是來看到我們這一座 連通商業街 和我們同盟村兒童樂園的一座拱橋 這座拱橋是全木製的 它的名字叫草衣草 草衣草 草衣草? 即是哪個橋? 就是往外面張望的草衣草 這個名字也會非常生動有趣 便衣小朋友去記憶的 過到這一邊 就是我們一個同盟村兒童樂園 草衣草 即是用我們廣州話的語言去表達 即是看一看 對 看一看 看一看 這裡就是我們同盟村的一個售票柱 現在已經在營運了 對 已經在營運了 對 我上次來見到很多小朋友過來玩 對 因為今天不是星期日 亦不是節假日 所以今天人客比較少 對 那邊還有我們同盟村的一個小貨車 也可以往這邊拍攝一下 小貨車也可以圍繞著整個兒童樂園 我們才可以去轉一個圈 接著就會感受到我們兒童樂園的一個 有什麼遊玩項目 我們的遊前方 我們會見到一條 好像毛毛蟲一樣的建築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村長之家 那裏面就是我們一個 遊客的一個服務中心 也會有餐廳 同床的一個商店 還有很多的一個營學的一個功能教室 還有醫療室等等 大家好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這一套 173方的一個獨棟別墅 這套別墅也是大師家碼頭 一個臨水的別墅 我們現在所處的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一個大車位的一個花園 往這邊走 是我們的入戶大門 這是一個圓關的位置 這邊可以放鞋櫃 再往進 這邊是我們一個客廳位置 可以見到我們這個客廳也是非常之寬敞的 層高是4米2 我們普通的一些洋房的一個層高 是3米左右 這邊這個層高做到4米2 都是非常之有別墅的一個感覺 這邊是我們一個廚房 再往這一邊走 這邊是一樓的一個長輩房 也是非常之方便老人家 不用爬樓梯的 這邊是醫務間 還有衛生間的一個位置 往這一邊走 往這一邊 這個花園是一個L型的花園 這邊的位置 就是接駁剛才的車位的位置 這邊就是我們一個遊船的碼頭 這邊 這條水道一直開船出去 就會去到我們3公里遠的一個河花池 有時候就可以開著船去釣魚 看河花 拍照 現岸都會有我們華僑城的一個節目表演 這邊的 這邊 往二樓 這條樓梯也是非常之闊落 而且也是非常之平緩的 參觀一下我們一個兒童房的一個位置 兒童房也是大套間的 這個戶型一共是三房 三個都是套間 兒童房出來這邊也是大個揚桌 往這邊走 我們現在參觀一下我們一個主人房的位置 這邊就是一個主人房 它大概是去到五十方的一個面積 這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衣帽間 還有一個衣帽間的一個位置 衣帽間也可以放到浴缸 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們主人房 出去那個陽台的一個戶外景觀 這邊前面就是商業街了 這座拱橋就會有些小橋流水的感覺 這邊我們所見的這個建築 就是屬於紀南大學江門分校來的 它是一所大專院校 以後還會往本科這個方向發展 它總共的一個師生大概是六千人左右 它總共的一個師生大概是六千人左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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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